全民穿越丛林求生 早上六点 丛林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这是光打雷不下雨 说好的暴雨技能 突然一道闪电划过树屋上的波 传来一声巨星 怎么回事 我赶紧跑到顶楼 透过天花板上的玻璃 我看到安装在顶层的避雷针上 缭绕着一些电弧 这简直就是雷雨天充电神器啊 只可惜现在没有解锁储存电力的装置 很快这些电能就会转换成光能和热能被消耗掉 至于为什么雷电会劈在我的树屋上 这很好解释 因为我的树屋就是这附近最高的树了 同时上面还有个能引雷的避雷针在 这雷想不劈我都难 傲拜 发现什么了 傲拜朝窗外指了指 我快步一到窗前 接着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丛林远处起火了 还伴随着电闪雷鸣 应该是雷劈造成的森林火灾 十三 不好了 起火了 怎么办啊 雯汐 不要着急 你听我说 你现在赶快下去 将树屋周围的树都砍掉 制造一个防火带出来 这样火势就蔓延不过来了 好 我马上去 我制作了两板铁斧来树屋下 刚准备砍树 就看到一公里左右的位置 随着一道天雷落下 突然窜起了一道火苗 接着那道火苗变成一团大火 开始肆意地吞噬起附近的树 因为丛林中没有大风 所以火势并没有很快蔓延开来 此时黑压压的雷雨云压在头顶 并时不时降下一道天雷 不过周围的闪电全都被树屋上的避雷珍惜 并没有对我造成伤害 有了燃灵甲套装的buff加成 我感觉力量爆棚 于是我举起两板铁斧 一路从蓬莱东路砍到南天门 来回砍了三个小时都没有眨眼 最终砍出了一片半斤六十米的森林防火带 此时狂风大吐 丛林中多处起火点 借着风势开始迅速蔓延 一时间 风声雷声闪电灵火 夹杂在一起 似乎在演奏着一曲死亡进行曲 眼前的景色 简直如同世界末日 好在我已经将周围的树木砍伐掉了 灵火自然是蔓延不过来的 回到树屋后 外面的热浪滚滚来 使得屋内十分闷热 我将消失扔入盆中 瞬间屋内的温度就变得舒适了起来 此时时间刚好九点 那道神秘的声音终于响起了 各位生存者们 暴雨季活动即将开始 接下来将介绍活动规则 请仔细倾听 马上会有一场超级暴雨 并伴随着雷电和飓风 飓风中还携带着新的物资 此次活动为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次活动 活下来就能迎接新的未来 第二阶段即将来临 各位 可不要倒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哦 注意 暴雨季活动现在开始 神秘声音话音刚落 同时天空中大雨瞬间倾盘下 暴雨降在外面的森林大火之上 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 全部熄灭 只留下一片漆黑如炭的丛林 随着雨水的冲刷 那些焦炭灵四分五裂 碎了满地 并被暴雨冲刷到其他地方 原本的丛林只留下一片荒芜的空地 等等 那是什么 就在刚才那片焦炭灵的地面 以及树屋附近的地面上 有几株细苗破坨了出 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迅速长成了几棵手腕粗细的小树 放眼望去 遍地都是这种情况 原本被焚毁成一片平地的丛林 在这场暴雨下奇迹般的复活了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升 生命的力量真的是太神奇了 正当我感叹之际 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降雨量巨大 引发了红水 不过几分钟的功夫 水位已经超出地面十公分 不过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树屋最低处也有十米高 就这 还是继续等等吧 只要不出门 我就不会被影响到 水位还在逐渐上涨 已经超过了一米 一眼望去 树屋好像是矗立在一片汪洋中一般 熬拜突然叫了起来 一股危机感从我心中猛然升起 我目视前方大概也就一公里的地方 有一条巨大的龙卷风正在疯狂地肆虐着 超级龙卷风 此刻我只能期盼树屋能抵挡住龙卷的袭击了 然而并不只有这一个龙卷 我向其他方向看去 在距离相对很远的地方 竟然有无数个同样的龙卷在肆虐 我看向那个距离我较近的龙卷风 它时不时会抛出一些断掉的树木和野兽尸体 以及一些其他的东西 令我感到疑惑的是 那些龙卷只是在原地打转 并没有向树屋靠近的意思 看来这些龙卷风只是空有其表 徒有虚名 直老虎罢了 它们对我并不会发起攻击 这时傲拜抬起头 似乎有新的发现 轻轻叫了一声 这声音并没有让我紧张 因为这叫声并不是遇到危险时的叫声 而是发现宝藏时的叫声 难道那些龙卷风往外甩出来的是宝藏 此时我向四周看去 水位已经到了五六米的深度 但是暴雨已经变小 现在周围的环境似乎是稳定了 或许是时候出去看一看了 我坐在能提升食物效果的餐桌前 开始叠加红蓝buff 先吃下一个橘子 可以灰色体力 再吃下一个红浆果 可以开阔视野 最后再来一块变异野兽烤肉 可以增强力量 吃完后 我打了个宝格 叠满状态后的我 感觉战斗力超强 我看向窗外 依旧在转得不停的龙卷 深吸了一口气 我本可以舒舒服服地 待在树屋里 遛遛狗逗逗猫 可是做人不能光看眼前 要看得长远一些 龙卷风中的宝藏 对我下个阶段的生存 一定有影响 所以 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熬拜小灰灰大猫咪 你们三个小神兽 在树屋里待着 现在下面全是水 我不能带你们出去 好好在家里等着我回来